赚钱方式之摆地摊 摆地摊是蓬头人赚钱投资最少的一种盈利方式 我在一次办工厂失败以后 就是通过摆地摊重新起步的 别敲不起摆地摊 这种赚钱的方式啊 它是最难的 因为投资越小门口越低的项目 参与的人越多 竞争呢也就愈加激烈 有的朋友说年代不同了 现在到处都不让摆地摊 我告诉你 历来摆地摊都不是合理合法的 都是底层老百姓为了偷口饭吃 厚着脸皮在与管理者打邮机 只有把地摊摆出档次和规模以后 才逐渐转向正规的经营 闲话少说 咱直入主题 摆地摊赚钱的三个关键点 一 卖什么 很多朋友都很迷茫 不知道刚开始做生意 怎样选项目 这一点确实非常重要 因为只要你进入了市场 这个做生意就等于去参加比赛 只有在这场比赛中 你获得前几名才有钱赚 也就是说在选择项目的时候 你要重点考虑你自己有哪些优势 比如你有亲戚或者是朋友是开工厂的 你就可以拿到比较有优势价格的货源 我当年摆地摊选择卖洗衣粉 因为我认识一个生产洗衣粉的老板 他可以按照批发价给我供货 这就让我在卖货的时候比别人有了优势 再比如你具备某些方面的文化知识 或者是工作经验 也可以直接加以利用 比如你会演奏乐器 你就可以现场摆摊演奏 吸引人们买乐器或者是招学员 你舞蹈跳得好 你歌唱得棒 也可以招学员 你说我什么特长都没有 也没有亲戚朋友可以利用 那怎么办呢 也好办 你到你家附近去找早事或者是晚事 看看这里摆地摊的商家当中 哪一家生意最好 然后你去注意观察 这家生意好的它的原因 一定要多找几条原因 还要观察它几点出摊 几点收摊 以及它的整个服务环节 都有哪些特点 连它服务的态度 都要仔细的去观察 不要嫌麻烦 赚钱就是一件需要有耐心的事 我当年为了观察一家店铺的工作流程 连续在他家对面 蹲守了两个星期 每天比他家员工上班的时间都长 通过观察 你学会了 你就按照这个生意最好的这个地摊 克隆一家 你自己去干 注意不要想着自己去创新 小生意创新的失败概率 几乎是百分之百 二 到哪里摆摊 摆地摊就是打游击 管理者给你规定的地段 基本都是没有顾客的 你要把管理者上班的时间算好 找他们不上班的时间差去出摊 我摆地摊的时候 甚至都在关键的路口去站岗方上 尽管如此 我也多次被查抄 在去交罚款 讨要被抄的这个商品的时候 与那些管理者都混成了朋友 他们出来前会给我发信息 这个我就不再多说了 你懂的 三 怎么卖 如果别人卖啥你卖啥 那就只能搞价格竞争了 竞争的结果就是大家都没有钱赚 经营要有差异化 不是第一条所说的创新 我举一个例子 我卖洗衣粉从来不卖那些打广告的名牌 因为卖名牌利润低 没有钱赚 我只是把这些名牌摆在前面 当有顾客来的时候 我就给他们做现场使用效果的对比实验 我推荐的洗衣粉保证质量好 还比名牌价格低 那怎样达到这个效果呢 我在洗衣粉厂提货的时候 只选最优质的那个品类 但是我不要包装 我要那些没有小包装散装的大包装 厂家省下了包装费 可以给我更优惠的价格 这样做呢 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客户用这好了以后 他只能再找我去进货 他不会从包装上找到厂家 以至于把我甩掉 一下子要不了因为大包的顾客呢 我用普通的塑料袋也给他们分装好 不到两个月 在菜市场批发蔬菜的所有摊主 都来我这里整包整包的购买洗衣粉了 因为那个时候跑车的司机洗手洗衣服 他用的洗衣粉量都很大 半年以后 我就成了当地文明的优质散装洗衣粉的批发商 看了我卖洗衣粉的例子 大家可以举于反三 这个模式可以适用很多的商品 除了以上的三个重点 白地摊还要有耐心 不管天气好坏 都有坚持出摊 举一个例子 我在下雨天就用塑料布把摊位盖上 穿上雨衣 坚守岗位 朋友对我说 下雨天就收摊吧 你不怕连与顾客趴呀 但我不这么想 平时我摆摊的这个街道 摊位排成行 很多顾客呢 都是匆匆的走过 很难发现这里有一个摊位是卖洗衣粉的 而下雨天呢 别人都收摊了 只有我一个摊位在这里 顾客在这里过的时候 虽然他可能不买 但是他记住了这里有一个卖洗衣粉的摊位 刮风下雨都出摊 在他有需要的时候呢 可能就会想起我 我的口号是 好天气搞促销 坏天气搞宣传 我是任安君 一个做生意的老婆 想了解更多详细内容 你就给我留私信 下期下下期 我与大家继续分享 赚钱方式之开店 赚钱方式之开公司 赚钱方式之投资 等内容 赚钱方式之开